身穿桃红外套女子在服饰店衣架前 东挑西挑逛了好久 似乎没有看到满意的就直接走人 但瞎秒店家却看到有个空的衣架 上头没衣服 一吊监视器才发现衣服被偷走了 远警接获通报 发现案发时间距离报案时间不到11分钟 决定先在市场附近巡逻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名女子 过没几分钟果然发现她就在别间店 马上将她带回店家 老板娘生气拿着塑胶袋 只认里面的高领毛衣 妇人却知之乌乌便称她只是忘记付钱 这名三十几岁的王姓妇人 十号早上九点多在基隆七堵 南新市场一家服饰店 疑似趁着人多直接拿走架上衣服 就离开店家 让老板娘好生气 只是做小本生意还要被偷窃 过年快到市场人潮众多 没想到却有人趁着老板不注意顺手牵羊 TVBS新闻 刘欣奎 李鲁基隆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